因为有差异 才能从理解出感觉 更熟悉 在岁月留下温柔回忆 试探想演 这是艰辛的对应 好慌怀都在寻 喂! 会不会用? 不会 看得出来 大家好 我是 比较开演唱会的蔡英明 对 辛苦了 昨天晚上有我的新歌上线 今天也会把所有故事的开端分享给大家 问一下蔡依林 写歌比较难还是编织帽子比较难? 我觉得只要是完成一个作品都不难 我的部分蛮简单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难关 我可能是在写作文的时候比较辛苦一点 写作文? 就是写歌啊 韦豪导演 会不会太亲密? 不会 很想推我入坑 叫我去演戏 然后我就说 導演 大辈子 我如果投胎当演员的话 会再拍 九令 九令姐 九令 对 其实我觉得很 很像 很像 我觉得她非常有魅力 对 然后她在 就是大家看到她发的那张IG的照片 是一个她的回眸啊 我觉得她每一次的那个回眸都是 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每一个take都会有一点 你会有感觉到她不一样的笑意 然后也会 就觉得她很真诚吧 对 然后在对记的那个互动当中 就觉得哇 竟然能够跟九令对戏 就觉得很美 很不可思 你这个是睡袍吗 你老子里面就是 就是没有穿吗 就是这样 哦对 我今天哈塞一下演唱会的周边 这是我的睡衣 对 好好 可以吗 导演我们可以让九令分享一下 她演唱会周边吗 好不好 顺便 牌子很舒服 大家一人一见 好不好 所以她是真的睡袍睡衣的概念吗 对 睡衣啊 很可爱耶 这男生也可以穿耶 有 我没有男生的尺寸 今天看的都要买一套 好 一直想要蔡依林唱那个老歌海盗啦 为什么 啊 演唱会 呃 对 可能会唱 可能不会唱 不知道 好 你讲好像没讲的 哈哈哈 哈哈哈 那还 那还有一题要问了 会不会唱亲爱的对象 因为这是你今年唯一的新歌嘛 所以粉丝开始在猜说 我不是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